有大的体型 凶猛的性情 只一个可以到白三十了 他是难以驯化的野兽 还是忠实的保护者 他的这种凶狠劲 所以他才能保护人类 才能保护羊群 他是中国的民权 国内以前在城郊小谷里 城郊有一百多万 他是人类的朋友 为什么还是得近而远之 主人家是不在旁边的话 估计就有点危险 中文的守护者 葬户即将播出 每周五次每晚六点 央视七套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有关话题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除了基础设施的完善 城市或国家形象的提升 旅游业的发展 可以说奥运会也给咱们老百姓 带来了宝贵的健康遗产 吃盐吃油要限量 锻炼身体防疾病 健康的生活理念已经不知不觉的深入人心了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 也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2007年11月30号 国家主席胡锦涛 前往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该中心在艾滋防治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肯定 表达了对医药卫生工作的关注 2007年4月27号上午 在卫生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市卫生局 已经联合行动了 他们究竟做出了怎样的举措呢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基金会 把理事业会完颜蒙蒙着 顺利他的工作团队 应该去看这些事情的始终勇者 起到人 这个年轻的基金会 但是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 对我们社会是比喻 对我和我的同事 都有问题 北京市启动营奥运全身健身活动 不仅适应了广大市民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也为北京市建设和谐健康城市 增添了一份力量 便为全国其他城市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也树立了一份量 为了让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全民健康活动更顺利地展开 在启动仪式上 成立了由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王彦峰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富潮 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 三人组成的高层协调小组 三人组成的高层协调小组 启动仪式一结束 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 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等领导 来到了昌浦河公园小广场 在这里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迎奥运全民健康活动 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在昌浦河公园小广场上 市民们都领到了这样一把限量盐勺 那么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迎奥运全民健康活动 为什么要从发放一个小小的限量盐勺开始呢 它主要的意义就是很多慢性病 是通过咱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行为 改变和干预 能够预防一些非常重要的慢性病 像高血压 吸脑 血管 疾病 别看这是一个小小的盐勺 但是它所带来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限量盐勺 正是要引导市民选择良好的生活方式 提高市民的健康素质 据统计 目前北京有80%左右的人 食用油和盐过多 北京市城区居民 每人每日吃盐达到10.9克 农村地区更是高达16.5克 大大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每人每日6克盐的标准 目前北京市已经向全市居民 发放限量盐勺604.2碗只 那么居民对限量盐勺的使用率有多高呢 在朝阳区晋松中心小区里 居民吴阿姨在家中展示了 她的厨房必备法宝 吴阿姨说 从政府发放的健康宣传材料上得知 食盐过多会导致高血压 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目前小区里的居民 尤其是老年人 都在使用限量盐勺 为自己的身体保观 盐勺的少了 这身体也有好处 我的哮喘和气候盐勺 已经轻多了 我想既然政府下这么大的力量 这个看看这是一个小小的盐勺 实际是整个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 2007年4月 以发放小盐勺为标志 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迎奥运全民健康活动正式启动 在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全民健康活动中 北京市朝阳区 也特别开展了迎奥运 走健康路活动 在辖区内大中型公园 建立了健身大道 为市民锻炼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自己来健身参加这个活动 就等于参加了奥运一样的感觉 在大不早项目启动的同时 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还开展了控烟活动 为了帮助居民家庭科学限制使用油量 北京市政府还给全市505万户居民 每家免费送一个限量油壶 我健康奥运健康北京毫无疑问 我们要兑现向国际的程度 办一个高水平的特资奥运会 第二呢 就要通过奥运会 第三个理念的实践 要把北京市民的什么方式 把健康观点 应该得到一个全方位的提升 那更多的能够留下这个城市健康的遗产 这个遗产就是健康城市 经过一年半的时间 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因奥运全民健康活动的19个项目 已经全面展开 全民健康活动 不仅保障了健康奥运 也为持久的健康北京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已经开展了一年半时间的 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 让北京城的老百姓受益匪浅 北京是朝阳区 作为奥运会的主战场 首当其冲的 对这个活动寄有了积极的响应 不仅实实在在的 为老百姓的健康教育与促进 做了大量的工作 还走出了一套自己的模式 那么朝阳区在被奥运会 留下持续长久的健康遗产方面 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口说无评 下面咱们先一起看看 人家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主战场 朝阳区积极抢应了 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全民健康活动 此外朝阳区 还从本区实际出发大的创新 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 卫生工作新路子 推开了社区的三项改革 一个是药品零差率 社区的标准化建设 还有就是实行社区管理体制的这样的 比如说收支两条线 政府购买服务等等 截至2008年6月底 朝阳区卫生局已完成 23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 市区两级政府 共投资4个亿 其中在硬件设备上 社区卫生中心 统一达到300万的配备标准 社区卫生站 统一达到30万的配备标准 那么生活在朝阳区的居民 到底从中受到哪些益处呢 在朝阳区浓光东里 社区卫生服务站里 正在进行免费体检的居民 杨洪祥这样说道 杨洪祥老人这次来社区卫生站 还有一件事 就是填这份由卫生部下发的表格 填这个表格 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我们是通过对居民的 这个信息的采集 然后呢现在还提供一个免费体检 然后呢对居民的那个 等于是做一个人群的分类 看看居民里面是处于一般人群呀 还是高危人群呀 还是慢病人群 然后根据不同人群分类 然后进行那种分类的定期的管理 浓光东里社区卫生服务站 执行的这个项目 目的就是预防疾病 那么一旦得了病 在这个服务站里 居民又可以享受哪些服务呢 提起这事儿 患有糖尿病的李大爷 可谓受益匪浅 这是我经常运动的一个宝贝 什么宝贝呢 我是糖尿病 糖尿病通过他走路 他就给我记载下来 你今天的运动量够不够 运动量一够了以后 就这样子控制我的糖尿病 李大爷使用运动测量仪 这种非药物治疗糖尿病的方法 正是浓光东里社区卫生服务站 推出的慢病管理服务体系之一 这个项目统称118折子工程 慢病就四种慢病 糖尿病 高血压 关心病 还有这个脑族中 那么把这些慢病在社区占 让社区占的医务人员 对他进行慢病的非药物和药物相结合 这样的一个治疗 可以使他的费用降低 取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经济 便利 安全的服务模式中 提高自身幸福指数 为了给老年人 特别是空巢老人 提供更多的社会关爱 力争将院前医疗急救工作 推向社区走进家庭 朝阳区还推出了 家庭急救呼叫系统 居民只需在家里 安装一个家庭呼救器 急救中心并可以根据GPS定位系统 对患者进行紧急救护 在急救之后 特别特别重要 它真是完救生命 朝阳区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推动了健康奥运 健康北京的前进步伐 越含时代精神 与科学知识的健康文明 正成为首都新的社会风扇 您看 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推行的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生活理念 已经深入朝阳区老百姓的心中 为他们长久健康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咱们再一起到朝阳区的国际安全社区里转一转 看看这个社区到底安全在哪里 2007年8月朝阳区的旺京 建外亚运村和麦子店四个街道 率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社区认证评估 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国际安全社区 那么这四大社区符合什么条件 才能被带上国际安全社区的桂冠呢 一 有一个负责安全促进的跨部门合作的组织机构 二 有长期持续能覆盖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员 和各种环境及状况的伤害预防计划 三 有针对高风险人员 高风险环境 以及提高脆弱群体的安全水平的预防项目 四 有记录伤害发生的频率及其原因的制度 五 有评估安全促进项目工作过程 变化效果的评价方法 六 积极参与本地区及国际安全社区网络的有关活动 居民们对符合这样标准的安全社区的满意度如何呢 在旺京西元四区内 几个正在进行安全巡逻的小区志愿者这样说道 上网也好 包括出行也好 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服务信息 为大家举办了很多安全健康的大讲座 反正生活在旺京嘛 觉得挺自豪 挺幸福的 安全社区里的安全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 旺京西元四区的赵大妈就深有体会 我大女儿就要回来了 她从外地回来 这次来北京 我好好请她吃一顿饭 在旺京那儿我选一个干净的 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饭店 赵大妈说 她足不出户就能选到满意的餐馆 这么便捷的方式 主要受益于旺京安全社区网 在这个网络平台中 汇集了方方面面的安全信息 赵大妈想找饭店 只需点击社区服务大全 餐馆的卫生指数 安全指数等就会一览无余 在旺京安全社区 居民们都和赵大妈一样 享受着安全社区里的安全生活 这里有供居民了解 各种交通常识的长廊 有关于居民防火 和逃生用具的展示教育厅 还包括居民的日常饮食搭配 等细微的生活常识 瞧 这里就列举出了 包括西红柿 原葱 黄豆 西兰花等在内的 十大健康食品 此外 学校要上安全课程 楼下活动室里 专家会经常讲健康安全知识 中老年人经常参加 锻炼身体的活动 居民闹矛盾了 还有法律调节室 来帮助解决问题 在旺京社区 似乎生活的一举一动 无时无刻都被安全所规范 这也是我们创建安全社区工作中 那么特别是公共服务 这个模式中提出的一个目标 那么就是人人参与 人人健康 人人快乐 健康是人类的永恒主题 是生活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而健康教育 健康促进 则是实现人类健康最有效的方法 以旺京为代表的 四大安全社区的共同核心举措 就是对安全健康行为的引导 和知识的灌输 那么在旺京社区健康促进中心里 究竟是怎样开展健康教育的呢 你来挑 你在这里的花里头最喜欢哪一种 我最喜欢这种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漂亮 你来念一遍 你看看你最喜欢的花能不能在家养 它叫变叶木 这两句 已有醋癌物质 不是一再室内摆放 哦 还要它吗 嗯 不要了 把它可以要 放在哪 室外 放在室外 对 不要放在家里呀 在旺京社区健康促进中心里 一些抽象的理论性强的健康知识 都被变成了居民听得懂 看得见 摸得着 学得会的日常生活习惯 这种安全健康的理念 也在其他三个社区传递 生活在这四大安全社区的居民感受到 安全的社区是最大的享受 自朝阳区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实现了两个上升 四个下降 社会和居民的参与率 满意度 分别上升22.1%和20.6% 地区交通事务发案率 治安案件发案率 分别下降36.2% 15% 居家伤害事件和疾病发病率 分别下降42.7%和67% 如今作为北京市缩影 和奥运主战场的朝阳区 正以安全健康 自信满满 和谐发展 积极参与健康奥运 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 国际安全社区可不是图有虚名 您看看 这老百姓不仅享受着治安安全 还享受着免费的健康教育 用居民们的话说 安全了也就健康了 以这样健康安全的生活方式迎接奥运 并在奥运会后将之传承下去 无疑是健康奥运 健康北京的终极目标 更为2008北京奥运会 留下更多的健康遗产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到奥运会还有话题想说 欢迎您来电或者登陆我们的网站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